所有的先進,大家好 主席,我請林總經理 請林總經理 盧偉好 盧總經理,你好 林總經理,我請教一下 有關於 機場道路 道面 跑到整建工程 以及導航燈光設施統包工程 你負責執行的 那我請教你一下 經過 報交通部核定 你在中途變更工法 或是在統包的時候 招標公告 都已經貼出去了 還從廠商的資格 產品的規範 一路的更正 前後呢 改了八個地方 連電纜數量都會算錯 這個 不是說你們不可以改 改 也就是要為了 讓往後 能夠 發現的一些 問題 正本清延 提高實際上的效率 這個我們可以諒解 也可以理解 只是說 站在一個 交通部的立場 而且主管 全國最高的一個交通單位 國際機場 又是一個指標 一億 你看單單 一百零一年 可使用的預算 三十四點八三億元 年底 執行四 差不多有五點二四億元 你達成率應該要 百分之十五點零四 那你中途變更的工法 在今年八月底才有交通部核定 所以 經過你們這樣的 一個 變更工法 以及呢 交通部核定 包括 導航燈光設施統報工程 也是一樣 你看到電纜線 也算錯 產品的規範 也一路更正 前後呢 改了八個地方 那電纜線都算錯 需求只有3.6萬公尺 算成7.2萬公尺 這種問題呢 雖小 不過呢 也是蠻大的 也讓你們這個單位 會讓人家質疑啊 合理的懷疑啊 好像 在整個螺絲好像有鬆掉的感覺 關於這些點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難道當初呢 在規劃的時候呢 沒有考慮到這些點 或是說在執行的時候沒有人監督 或是說執行人員呢 好像 不太用心 讓整個團隊呢 受到很大的這種質疑 所以 總經理這個機會也讓你澄清一下 也讓你呢 強化說明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指教 那 委員指教的部分呢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預算執行 那我先這個報告 再報告一下這個預算執行的情形 那 的確是剛剛委員所提示到 也關切到 我們剛剛的報告也有提到 我們預算的確是執行是落後 那但是事實上呢 有兩項的這個 已經在10月17號 今年跟11月21號分別 已經決標 所以呢 我們已經穩健的展開 那至於這個 我們預算的整個這個 104億的這個工程的經費 跟我們的預算執行呢 我們依據我們現在工程處呢 所列出來的詳細的這個進度 我們會在103年的9月底 就是103年的第三季 我們就會追到預算跟原來的編列預算 跟那個我們的執行呢 會平衡 那這個就是這一點就在支持我們在104年呢 完成的這個總目標不變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委員在提示到關於 我們在招標過程呢 所有的這些 這些技術資料的 這些的一個 一個修改 那委員是不是這個技術資料 是不是容許我請我們的總工程師來跟委員報告 好 雖然呢 你們有請了 我們的 其中部以及呢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好像有替你們背書 查無呢 任何 不法的事情 但是你們呈現出來的這些瑕疵面 我想 我們 總共的處理應該說明一下 怎麼查那麼多 大家都來行的 啊這個工程師 整個設計 那為什麼差這麼多 這點要特別跟委員及各位先進報告 那這個案子在設計的 在設計標整個標案的設計過程 我們是設計同胞 在基本設計也就是總顧問幫我們背標的時候 是採取基本 採取基本設計是完成百分之三十 那我們的得標廠商他必須要完成另外的百分之七十的設計以及施工 所以當總顧問在準備這個基本設計百分之三十比例的時候 對於這個數量他的精算程度是要留給得標的廠商來做 因此在數量的上面會有一些 在根據FAA金跟以及民航作業規定的規範上的計算上 他的這個因為這個彈性造成在認定上會有一些不同 那當然在總報 我們的我們的總顧問在準備這個規格 規格跟這個數量的時候 也因為如此所以會造成一些數量上的瑕疵 那這個部分我們以後在監督跟總顧問共同工作的過程 我們會檢討改善 這個要特別提出來跟委員做說明跟報告 好 那請回覆 雙經理啊 是 那如果讓你們以目前的進度 而且你們更改工法 會不會再有什麼改變 在執行的時候 會不會又面臨瓶頸或是發現什麼瑕疵 導致工程呢 又自愛難行或是有嚴重的落後 會不會再發生 報告員不會 因為呢 我們過去這今年的這個從上半年開始 我們已經把所有 可能會干擾到我們正常營運的這些因素 全面拿出來檢討 那現在採取的工法 以及所有的這個進行的 航行歷 如果你們又選擇 我們的故事 我覺得他們可以做一些 手工和很酷 不是 這件事 多次 你有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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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